跟著維維有好東西吃 酸的又不是那種酸 蜜的又不是那種 我也想拍婚紗照 但沒得拍 沒人陪我拍 你們喜歡的又短又粗 但喜歡的又長又幼的 剛剛在酒店簡單吃了一點點東西 我們就預約了一間在檳城吃點心的地方 檳城的點心其實也很有名 所以我會吃得不多 因為我們待會就要轉戰另一個地方再吃 更加地道的東西 現在就吃一點點 看看環境給大家 說得更感興奮 太棒了 將蜜磯 和我們那邊的燒賣就沒什麼特別 但是蝦餃真的很好吃 在檳城的生活真的很慢 慢得來很開心 好吃 現在我們坐下坐車 檳城也有很多家博物館 我們就去博物館出發 看看究竟有什麼東西看 這個就是那個涼野的博物館 檳榔橋生大宅修復後改成博物館 保持了涼野文化 保護了檳城的特色 本來我們打算去三個博物館 一個是涼野博物館 一個是鄭和的博物館 和水晶博物館 但是鄭和的博物館和水晶博物館好像是沒有開 找不到 所以我們就來了涼野博物館 其實這些移民後的人來到馬來西亞 這個海峽殖民地土生土長 文化上就結合了中國和馬拉本土的文化 形成了一個比較特殊的群族文化 因為當地經商致富 所以在檳城是最有名的華人 叫喀必丹鄭景貴 他的故居在2011年的時候 獲得孤獨星球平衛的十大豪宅之一 也就是現在我們剛剛看到的喬生博物館 也就是稱為涼野博物館 而且這個涼野博物館是1890年代 隔壁丹鄭景貴故居海記站 這個是四合院來的 融合了爸爸涼野住宅的風格 是一個很貴和很有味道的私人大宅 鄭景貴小小之後呢 這個地方就空了很多年了 有新的業主入手後 就重新裝修了 就變成現在你們看到的博物館 以及延續這個故事 我剛剛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原來很多人會選擇來這裡拍婚紗照 穿著現代的婚紗 然後加賣馬拉良野的文化 去拍一些比較特別的婚紗照 不過要跟當地這個地方做一個調修 要去預約 我也想拍婚紗照 但沒得拍 沒人陪了拍 行了 幫緊你幫緊你幫緊你 來緊了 哇 這麼快我們去完涼野的博物館 之後我們又來到這個 Bording Build的涼野火廠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都是家人介紹的 好像不錯 我們就進來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涼野高場來的 涼野高場 那些是涼野高場 然後維維有好東西吃 這次我們來到這間叫莫定標的涼野火廠 一開始它是真的做批發零售 去給商家 廠家 後來就慢慢開了內廠 所以一進來 你看到它是很多的 鍋 炒東西 吃東西 甜的 鹹的 什麼都有 然後後來裡面就開始放多些桌子 椅子 椅子 也很多人會莫名而來 來吃這裡的涼野高 因為涼野高是甜品 所以就算我剛剛吃了很多東西 我也還有第二個位置 去吃這個甜品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一些 柔柔的鹹的 還有涼野高的顏色 真的超漂亮 有黃色 又綠色 又白色 又藍色 又黃色 所以看到的食物這麼漂亮 心情得好 吃完之後自然就覺得好吃 它是有青瓜 菠蘿 辣椒仔 然後還有生菜 最重要最重要的它是芽生魚 芽生是一種類似植物的 是一種類似香料之類的 我不是很明白 芽生是什麼 我就是知道芽生辣沙 是分成的辣沙 然後它的粉是一條一條 很Q 滑滑滑的粉 剛剛那個匙羹上面的那些是蝦糕 混合下去 我喜歡它是因為它酸酸辣辣的 但它酸又不是那種酸 辣的又混合那種辣 超好吃 夜分成 一定一程會吃的芽生辣 如果你是那些 五下魚腥的那種 這個對你們來說可能會有些腥 因為它有些鯪魚去煮的湯 湯差不多是很多不溶的 你看不到那粒魚 但它會溶在湯裡面 我自己吃起來會有一點腥味 但我OK 我喜歡的 我剛剛咬了一粒辣椒 超辣 辣到我不會說話 在吃的涼野糕 吃甜的可以解辣 這邊有鹹 好像是綠豆鹹 會說上面的白色是鹹的 下面是甜的 斑蘭葉 又鹹又甜 在我們廣東會生肥脂 但它的口感挺有趣 這是一個紫色的 上面有一坨的東西是解釀醬 一口 這個很鹹 很美味 這個是意想不到的好吃 大家有機會可以來試一試 這間莫定鑣果醋 都是比較有味道的 但它不是說漂亮 不是說豪華 有味道是超級無的好吃 但是普通老百姓吃的東西 而且它的價錢就是普通道 一點都不一樣 哈哈哈哈 姑姑呢 又怕我餓 她過來找我 然後 又點了幾款 這幾款就是剛剛沒有吃過 很想試 這粒是糯米飯 糯米飯來的 其實我真的很飽 但是我還不能吃得下 你們真的不要打 我這陣子吃得那麼多 我沒有肥過 上面有花生 花生的菜 這是 白蘿蔔 白蘿蔔 鹹 很好笑 我覺得梁野菇的味道 蠻有趣的 但是真的不能吃那麼多 不能經常吃 我想吃老黃 但是它沒有開 我想吃老黃 我去吃安記 這樣吃安記 這個芽菜跟我們廣東芽菜 完全不一樣 有些芽菜 你看 有些芽菜 肥脂 肥脂 你看看那些雞 我吃飽了 等下又上車睡覺 你們喜歡那些又短又粗 但是喜歡那些又長又又... 吃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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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就很平安很順利地拿回來 今天幫我拿到家了 那來為今次的賓城移步 三天兩夜之旅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告訴我 馬俄西亞還有什麼特別好玩的地方 或者你們想我拍些什麼留言的影片 下次就拍給大家看啦 嗯... 希望大家分享出去 令到更多人知道原來馬俄西亞有這麼多好玩的地方 對了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 嘿嘿嘿 我們下午兩次見 不見 歡迎 2次見 clo bombs ерм 不見 angle 台灣 是